昨晚大家做了好多事情 有在看球賽的 有在期待今天下午一場非常棒的獎座 我們要非常感謝台北市文化局 還有懲罰2017年的台北文學系 主辦單位 我們非常感謝文學大資社 幫我們提供這樣的機會 我們今天能夠有這樣幾個美好的下午 能夠邀請到 我們抱著一個主獎人許容則學老師 來為大家主獎 在剛開始之前 我們請校長幫我們來頒發主獎 我們來謝謝今天能夠讓我們主獎 來為我們做這一場專品享受的學老師 看到我拍個照片 這邊 好 來 來 這個紫容可以拍得到嗎 好 然後呢 另外呢就是 其實我們學老師他十二點半多就到了 那我們沒有準備飯包 可能老師還機場錄錄的 非常好意思 但是我們有任務的小書包 給學老師做一個紀念 謝謝 謝謝 然後呢我們也要非常感謝文學大資社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主待室 很多位會 我們再次來幫我們 來 主待室 主待室 來 然後呢我們也要非常感謝文學大資社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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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龍 好 那我們一樣 我們從各地的小小書包 來做一個好流念哦 好 那我們請校 幫我們簡單試試一下 許老師 還有各位 應該是高二的同學 非常開心哦 許老師能夠再次來到我們革命高中 許老師在整個文學創作 小說的創作 都是非常頂尖的作者 同時在 對於我們這種青少年文學的推廣 也是非常非常地走力感多 真的是代表了很高中的師生 感謝文學老師 那同時也謝謝我們剛才的老師 還有 張家瑩老師 所以我們必須來 那時候來 看你教育的講座 那單位的節奏可能會很緊張 所以我也建議同學們專注 那你可能因為時間的表配啊 現在還在用餐 所以 工作快一點 他生意小一點 好 那我們今天 在 許老師的引導之下 各位應該 能夠看得出來 在整個 這個 文學的投入啊 其實是 不分年齡層 也不分對象 所以 希望期待 各位我們合庭的孩子們 很多 在這一時的講座裡面 都能夠有 比較多 不同的收入 那接下來 我就要借我們的雙手 我們熱烈歡迎我們今天的講座 許容者 許老師 其實 校長說了很多很多很多 但他其實主要想他講的只有兩個字 他就是許容者 新的天才 那只是他不好意思 直接講座清楚 他去回了一下 那他其實是要講天才 那通常是這樣的 如果你聽到有一個人 自稱是天才 大概在三分鐘之後 你就會發現他是純才 自稱是天才的人 大概有九個 大概三分鐘之後 就會理解他是一個純才 但我們還是今天 還是要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那就是 我是一個天才 那為什麼我要這麼強調呢 而且要開場 就要強調呢 等一下你會理解 那 這位其實 不管你講太多其實 理解許容者是誰 因為你對小說可能沒有太多的理解 你理解的應該是許容者旁邊這個人 這也是誰呢 九把刀 對 這是九把刀 九把刀年輕的時候 大概十年前 大概十年前 十年前我去跟高中演講 演講到一半休息的時候 高中生反而變好說 龍師老師 我認識你喔 我想說已經講了一個多小時的 你應該要認識我了吧 他不是 因為他昨天當時聽九把刀演講 他九把刀演講的過程中說 你是他的偶像 當時九把刀他網路上已經非常太紅了 那當時我是電話中學達成昨天 我聽到我是九把刀偶像的時候 心中暗爽 那表面這樣裝作我非常非常鎮定 然後對上同學說 那是怎樣 然後轉過手去就是心中暗爽 那這些事情很小很小很小的插曲 但一個禮拜告起的蝴蝶效應 一個禮拜之後我到一個另外一個高中演講 那是一個兩千多人的場合 校長介紹完後 我最好就到場面滑手機了 請接著一下同學共感不認識我 太陽很大 照位 每個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整個場面非常大混亂 我覺得不能怪他們 如果是我是高中生 我也是這樣子 可是我想也不能這樣讓他們回調 於是我突然想到 他們不認識我 我應該認識九把刀吧 於是我就呼籲 越講越小聲 越講越小聲 小聲當然很奇怪的時候 大家開始抬頭看我 怎樣 我們那麼小聲 是中風啊 中風幾下雨 然後我覺得差不多了 大家就開始注意我了 我就突然嗒了一聲 各位 要想看我 我可是九把刀的偶像 不然這樣大家事件都安靜下來 嘴巴上得大喊了 哎呦 多認識九把刀 太好了 那我正要繼續往他講的時候 請問一排人生 突然一口同志的時候 屁啦 場面就變得非常的混亂 而且再也回不去了 當時我的感受就是 哎呦 這些東西還不亂講 因為沒有證據 瞬間人家一講 你都怎麼反駁 所以你就只要閉嘴 但就是這麼巧 又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九把刀出門新書 請我幫他寫推進去 寫完之後我們就對談 對談之前我就問九把刀 你說我自己的偶像是真來講的 九把刀就說 欸 這件事是真的 太好了 是真的 那等一下你介紹完之後 可以順便聊一下嗎 為什麼我是你偶像 他就說好啊 我就拿這個當梗 來介紹一下 我問大哥你 緊接著我說得住進尺 那我是說 那你可以介紹詳細一點嗎 他就說為什麼要介紹詳細一點 我說 因為我跟別人說我是你偶像 都沒有很詳細 所以等一下你再介紹詳細點 我就把它錄影錄下來 那我就有證據了 現在我們就來看大師的錄影片段 因為我現在講在內容 因為我們不能在路上 谢谢大家 其實我的偶像許翁德許大哥 因為我知道我這同學看字的速度比較慢 所以我們會再三分鐘 我之前剛剛接到一個大大大大 就是這個還是第一 是那個時候的經過就是我剛才做的那些事情 大概在四五年前 四五年後 我想到那個母語教育 叫做母語教育 然後我就想說他剛才就知道 就是會讓看到這些 那個流動的主要 就是說最方便就是九哥 就是九零年想說小字獎比較多選的 其實有數的歌都特別把那些 當的就是最好看的那個 然後就把他扣在一起 好看是不是這樣 但說就很像 就是在那邊好像有 就是超級教育的 因為非常辛苦 所以後來就看就是 偷長的三道 對 我離場 那離場那個收入的主要 就是在那一個聯繫機 隔壁 臺灣是有什麼樣的 就是作品 那我們兩個去看 很多方面就是 不好看 不好看 你知道不好看東西 你覺得很多人都會覺得無緣角 然後 你覺得無緣角的話 就是有那一道路 對 所以流去之後 就把那個看了一遍 所以我就寫那個 就是有一個 中文的那個 然後說 後來就是 就有一個 就是 那個 另外一個 就是 就是 這個 就是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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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就是 再看一下 那些 如果 就是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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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後來 第三次 他就覺得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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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許大哥是我的 文學 那 基本上 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 當然就是 每次孤女教育 讓大家理解一下 許容者是誰 那其實有第二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是什麼 就把 當時來去參加文學獎比賽的時候 他非常那麼清楚 他去參加文學獎比賽的時候 一定不會走 為什麼 他當時已經出輸了 很紅了 那為什麼他那麼相信 他去參加文學獎 絕對不會走 來 誰可以告訴我 他士字不多 誰要隨便想講 你也相信 好 來 你再公布給我嗎 謝謝 不需要講 好 沒有其他正常的原因嗎 風格 這個同學有點接近 什麼風格 他寫的比較奇怪 這個同學 今天接近了 基本上他寫的比較接近 有大眾的通俗小說 那個大眾通俗小說 跟文學獎很高級的文學的質地 基本上是有些差異的 九碗刀非常非常清楚 他的小說 有一種強烈的戲劇性 我這個強烈的戲劇性 可以吸引很多讀者來看 但在文學獎的比賽裡面 他並不是要戲劇性 而是要文學性 所以九碗刀 你知道這回事 所以他還早出來參考 但當時他找到的書的時候 他看到了什麼 好啦 你甚至可以說 你從這個訓練 你能知道你得到什麼嗎 其實從這個學習裡面 你看不出來 但我看不出來 告訴各位為什麼 有沒有注意到 他寫的那邊小說的名字叫什麼 第一邊叫什麼 雙手 第二邊叫什麼 第三邊叫什麼 浮勇 這三個有一個共通性 加上這個小說 離場 這些有一個共通性 什麼叫共通性 來告訴各位 我們先來讓大家理解一下 講共通性之前 我們先讓大家理解一下 什麼叫科學 什麼叫文學 我從小到大 到研究所 到二十四歲之前 全部都是獨立工的 然後二十四歲之後 全部都是搞文學的 文學跟科學差別在哪裡 我們請兩位同學站起來示範一下 來 這位同學站起來一下 OK 那這位同學站起來一下 因為你發了聲 嗯 所以你跟他肯定有一點關係 好 然後其實在那邊站起來 站一點 好像是不好的關係 這是 女的 這是男的 假設 他是科學家 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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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不像 他是科學家 我是說轉向大家好 我不要轉一些 你有沒有轉一些 我看著大家就好 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大家害羞 好 他是科學家 他是科學家 他是文學家 好啦 我們現在請兩位同學 請來一下 就是你 假設我送了一朵玫瑰花給他 我送一朵玫瑰花給他 然後你就問科學家說 請問取榮者給他做了什麼 科學家就會說 齁 我看了一請二主 取榮者送他那朵玫瑰花 記不清楚 很清楚 很清楚 但文學家會說什麼 會說什麼 會說什麼 他向他告白 為什麼玫瑰花 你就把他放進去告白 象徵愛情 OK 科學家他說 取榮者送他一個玫瑰花 但這兩個同學告訴我們說 文學家會說 他向他告白 他喜歡他 他向他表白 OK 他們在玫瑰這件子的東西上面 找到了一個 另外一個訊息 可能是一個象徵的主題 但這不重要 這也不厲害 這我們都理解 但厲害的在十年後 十年後 我們歷經了戀愛 歷經了結婚 最後家暴 最後我在他臉上看了一刀 滿臉都是鮮血 當他滿臉都是鮮血 當他滿臉都鮮血之後 警察就來了 譬如說你們兩個當初是見證者 來科學家告訴我 你當時看到什麼 齁 他說我看了一請二主 就是當年許容者送他一個玫瑰法 經不經準 還是精準 依然精準 但這個精準 有時候是沒有義的 依然精準 但只有精準 有時候是沒有義的 讀學家來告訴我一下 看到什麼 他說我看的也是很清楚 當年許容者送他一個玫瑰法 玫瑰先念如雪 玫瑰上面充滿了刺 所以當年許容者送他的是 暴力與傷害 在這十年之內 他可能從愛變成暴力與傷害 明明就是一朵玫瑰花 對科學教理明明就是一朵玫瑰花 你們文學家搞很多 想很多 但那個玫瑰花裡面有沒有愛意 當然有啊 有沒有傷害在裡面 當然也有啊 所以文學家的東西有時候比較難解讀 因為他是多蟲而多蟲 好 我們坐下來 好 各位注意一下 文學的東西跟科學有一樣的差別在意 當然不是絕對的 他是相對的 科學比較單一 科學比較單一 文學是多蟲紫色 多蟲紫色像玫瑰 隨著時間他的意義可以改變 那我們再看九法拉小說 剛才他寫了一個兇手 你看九法拉小說 你去看他以前寫的小說 去擺在便利上電的那些小說 他一定寫的就是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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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離失守的殺手 巴拉巴拉巴拉巴 噗嚕噗嚕噗嚕之類的兇手 他已經出現一大堆有的那個 喜龍子跟父子 然後最後才一個兇手 然後巴拉巴拉 一大堆的女子跟父子 最後還出現一個殺手 可是 那這次參加文學講不在 上邊小說都很單一 小說 俯友 跟迪牆 迪牆是我寫的 可是 這為什麼他們都出現一個單一種歷史 為什麼 來告訴各位 當年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 我寫了一篇小說 寫了一群小男孩 在玩捉逼成的時候 把另外一個小男孩給殺死 所以他是害死的 他們去偷了台灣族祭典的竹竿 台灣族的竹竿是上面會有刺刀 然後他們在刺球 但這個儀式是模擬 用刺刀刺人頭 這些小男孩 在台中泰馬里的小男孩 去偷了台灣族祭典的竹竿去玩一場 然後插在泰馬里 就是在花瓶上 然後爬上竹竿 後來一個小男孩比較晚 後來你才討厭他 然後隨後他們拿竹竿 從他身上刺穿過去 當然刺穿的是一 但他把整個人 立在金椎花田上面 然後一個小男孩就在上面 遙遙晃晃的烏舊 那其他小男孩 其他小男孩不理他 不甩他就走了 當天晚上他就死在那裡 所以童年有一個人 像招魂帆一樣死在那裡的一個影像 變成其他小男孩生命中的夢魅 然後他們在長大之後 那個夢魅還一直跟著他們 那整個小說寫完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小說很屌 當時我寫了第一篇 第二篇小說 我就給他寫一個很屌的名字 叫金椎花田裡的鬼泥場 我有金椎花田 就是如影水起的鬼 金椎花田裡的鬼泥場 我覺得很屌 然後我就把這個小說寄給我的老師 也是另外一個小說家看 然後我的小說家老師看我 差不多就說 小說寫得不錯 但這個名詞 但這個題目可以換一下 你直接寫名字 寫掉名字就好 我一聽到小說寫得不錯 果然寫得不錯 然後題目又改成名字 太普通了吧 我名字本來就很屌了 那你現在把我改成這麼普通的名字 改個字 我是在有點耐接受 我就心中按了什麼不改 可是要投去比賽之前 最後一瞬間改一下好了 人家終究是名字 人家終究是老師 人家終究是小說家 就投出去了 改成名字 最後那邊小說就得到了時報文學獎 好 我當時是個剛開始寫小說的 時報文學獎 基本上就是當時最重要的文學獎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有一點感觸 但我當時還知道不到那個感觸是什麼 後來慢慢開始寫作月兒一九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是這樣 如果你寫的是金針花田裡的鬼迷場 那麼你在寫的那邊小說就是那一場迷場 你在寫的就是童年發生在金針花田裡的那一場鬼迷場 但如果你寫的是迷場 你寫的就是包括哪一場童年的迷場 包括都被生命中的任何一場迷場 包括他們長大之後 一個被童年惡夢影響的 生命中哪一場在多場的迷場 每一場都被迷場這兩個字典包含進去的 同樣邏輯 如果你的小說叫巴巴巴巴的兇手 那麼這個兇手指示的就是單一的那個兇手 但你看九百刀寫兇手你就會理解了 他寫的是什麼 有一個殺你的兇手 有一個共犯的也是兇手 有一個媒體在那裡堂關的草心如的也會是兇手 那我最後你會發現 連實者都是兇手指 我只是實質設定喔 不要開心 所以你看看一件事情 當他把它變成兇手這兩個詞的時候 他也展開來了一個巨大的紫色 通通被包含進去的 如果你的包含得更大的時候 他會越接近乎乎血 一個很多東西都被包含進去了 但科學也是一對一的紫色 但乎乎血是一種一對多的紫色 那浮游也是一樣的 而且浮游你也知道 浮游 人生如浮游 不會是一隻仇教浮游 而是每個人的人生 每個階段仿佛如浮游一樣 稍縱即是 那麼有一個東西不一樣 有綠色的碼 綠色的碼有形容詞 對 綠色碼 幾乎世界上有綠色的碼嗎 世界上原則上是沒有綠色的碼嗎 帶綠碼嗎 發言是綠色的 他只是頭暈暈的而已 基本上這個世界上沒有綠色的碼 但你寫小說 你的小說題目叫綠色的碼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有文學詞感的 你看就知道這是幹什麼 他在講一件不存在又距離存在的東西 世界上沒有綠色的碼 那邊講的一個東西叫綠色的碼 他在講一個不存在又距離存在的東西 什麼叫不存在又距離存在 沒有 學你可能嗎 那個要給我寫去了 沒有 沒有那麼複雜 基本上就是你逝去的新書 你曾經夢想過的那個夢想 這些都是不存在 但你都有距離存在的東西 村上出處最會寫的東西 他看成並不存在 但你還有距離存在過 所以寫綠色的碼 寫這種名詞的小說 你看就知道 他其實還有可能就是理解文學的事 好啦 我們從第二項切入 我們從第二項切入 這樣還是不能夠幫助大家理解小說 因為太抽象 我們要一步一步把它去相掛 當時我在二十四歲之前 我說過了我都是一個尼洛克的學生 我會的東西 我會的東西 就是操作十文審步 當時我的論文就是操作十文審步 那我每天就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寫這個論文 但這個論文是跑程式的 可是全世界只有我看得懂那個論文 當一件事情 全世界只有一個人看得懂的時候 它就會非常非常危險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看得懂 然後我對學習沒有任何興趣 而且我又沒有道德性 所以每次在寫入五的時候 我都不太想再寫一下說 為什麼呢 因為我學長的學長做的題目叫 動態規劃與水戶機操作也叫你十文審規例 我的學弟也就是我 他的學弟也就是我另外的學長 發現這個學長已經把十文審規的資料都收集好了 於是他去找一個另外一個理論 給它套進去 就變成模糊動態規劃與水戶機操作也叫你十文審規例 我覺得這學長很聰明 我對學習沒有任何興趣 我想要找一點畢業 於是我就模仿他寫了一個 規則 模糊動態規劃與水戶機操作也叫你十文審規例 如果你願意你能夠寫成一個彩色規則模糊動態規劃 與水戶機操作也叫你十文審規例 好啦 本個人就是 因為你根本沒有興趣你只想要他找一個畢業 然後你只是在偷懶 於是當我在寫錄的時候 發現你的這個結果 做出來的結果 比那兩次要更糟的時候 我想到下一件事情就是 可能就有點看得懂 可能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看得懂 於是我就把你的結果改得比較好 改得比那兩次更好 因為你的結果比路過比他們兩個更難 老師會叫你換個題目重新再做 那就不符合我的初衷啊 我的初衷就是早點畢業 所以當我改完之後 然後路給我老師看的時候 我老師露出這個表情 這個表情就是 哇 取龍者是我這輩子教過最棒的學者 我每次看到這個表情的時候 我就嚇壞了 我嚇壞的原因是什麼 萬一他有一天真的拿著東西 操作十文選路 那各位就會漂浮在水月上 然後就會被抓到習慣了 於是我每次看到他的表情 我都覺得 天啊 我要轉啊 那我不知道怎麼轉啊 因為我從小到大 被教會一件事情就是讀書 沒有興趣 沒有專長 不知道怎麼轉他 然後突然有一天 很悲傷的 今天就在學校虛構了一大堆 然後有一個沒有東西 然後騙我老師 然後覺得很悲傷 回家之後打開電視 想說看個電視 看看電視裡面的虛構 然後再睡覺 電視打開 突然出現廣告 那個廣告叫 點鬧的丁頭刀 點鬧的丁頭刀 這個廣告在十年幾年前 非常紅 這是吳彥珍拍的 非常紅的一個 花生主動廣告 點鬧丁頭刀 我是覺得這個廣告有點弱 但吳彥珍超紅的 天啊 吳彥珍長這個樣子 怎麼會那麼紅呢 當時我就覺得 很嫉妒 但又很羨慕 但這個廣告我已經看過 一百多遍了 羨慕也過去了 嫉妒也過去了 只是覺得 天啊 吼彥珍 但那一天這個廣告後面 接了另外一個廣告 就大爆炸了 我們當時我所理解的 吳彥珍就是他曾經 編過一百多數劇本 後來不滿足去拍電影 拍了兩出 後來人家覺得他很喜感 就趕快去拍廣告 然後就跑了 這就是他的經歷 我所理解的他的經歷 但那一天 後來突然出現一個廣告 接在吳彥珍的廣告後面 那個廣告叫 台式編劇班招生 當時我看到台式編劇班招生 沒有想到吳彥珍以前就是編劇 我突然全部都聯想起來了 吳彥珍長這樣子 那我長這個樣子 我這樣全力朝吳彥珍的路線前進 那就是走財王劍 所以我隔天給我老師請假 有個九千塊去換我們台式編劇班 九千塊當時對我而言 是個連到數字 因為我爸爸一個月才給我五千塊 一個月的生活費 所以我今天我爸爸 預支了兩三個月的生活費 才去換我們台式編劇班 當我到台式編劇班的時候 我們老師是一個七十幾歲的媒體 七十幾歲喔 在台式編了三十幾年的劇本 第一堂課 看到我們以下二十幾人 他講的第一句話是 各位同學 等一下我要教大家一個說故事的公式 我會再三分鐘就講回這個公式 講完之後 每個人都要上來 用這個公式三分鐘 立刻說一個有頭有尾 有抽腹有轉的故事 說不出來的人 把你剛才交的九千塊 除以二肯定四千五百塊 然後回家 從此後 不要再來 意思就是 退學 必先握收資先懷敗 他講完的時候我們點都綠了 欸啊 蒂塔克不是要講一些 這個同學一直天才喔 加油喔 你可以的喔 沒有 直接講退學條件 我們點都綠了 然後我旁邊有個四十七歲 中年大叔 就開始murmur 我說我好不容易 都給我老婆片了九千塊 在那邊聚班 我以為 我可以改變我的命運 沒想到第一堂就被退學了 我回去之後 被我老婆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一定會被我老婆改變地獄 他就murmur murmur 慢慢玩了之後 老師就發現了 老師說這位同學 你好像已經準備好了 對不對 就像你第一個上台 然後他就閉嘴 他閉嘴之後 嘴巴就開始發動 然後幾天老師 三分鐘講完的時候 或是真的只講三分鐘 就往上台 尤其就是他 第一個上台 他上台的時候一直闖 一直闖 然後上台的時候一直發抖 發抖發抖的時候 他就一找什麼東西 一找東西 找獎桌 然後緊接著把發抖的手 然後放在獎桌上面 然後用一種四十五度的角度 緊接靠在獎桌上 欸 那就不再懂了 但獎桌一直在蹲 那緊接著 他就開始 枝枝木縮的三分鐘 有頭優位 有衝突有轉的故事 為什麼突然講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後來變成了三立戲劇台的戲劇龍天 看到那些什麼甘位人生 那些王八蛋的故事都發抖 他十幾年前 他台所同學的時候 連一個故事都說不出來 他後來不說八道都在一起 那我們再跟大家講一件 你要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個說故事的故事 但我只是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你相信說故事是天分 如果你相信說故事是天分 那麼你就完蛋了 因為你沒有天分 唯有相信說故事這件事情 是可以透過後天的學習的 你才可以拿到說故事這件事情的禮物 唯有相信他是可以透過有效的學習而來 你才能拿到這一份禮物 好啦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年那個老師告訴我一個說故事的公式 這個公式當年我們老師只是很平平淡淡地講的 他說這是他自己歸納出來的 他把它稱為問自己七樓的問題 問自己七樓的問題 那後來我把它寫進小說課二裡面的時候 基本上我是把它稱為一個概念叫三分鐘說一個完整的故事 但更精準一點我把它稱為馬心的公式 馬就是目標 也就是其中有目標的故事 什麼意思 他七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先問一問人物的目標是什麼 有目標故事就會很簡單下來了 有目標 緊接了 不用太早努力 緊接找主外 找到主外之後 其實開始努力 開始努力 然後努力通常不會成功 通常不會成功 如果成功就結束了 所以通常不會成功 好啦 不會成功之後 需要一個意外 來把它轉折過來 意外發生之後 故事就會一天轉彎 轉彎就會連到結局去了 看起來也還好啊 現在我們把它一體化 我們再把它去體化一次 現在我們來舉個各位可以理解的故事 這個故事叫美人移 上一次我問 請問美來比的作者是誰 居然有人很認真地告訴我 我說 那是莎士迪亞 我就說這位大哥你在搞笑嗎 他說對 我在搞笑 哈哈哈哈 其實是鬥心子 好 這不是鬥心子 也不是 好 這是莎士迪亞 這作者是誰 沙士迪 蛤 沙士迪是誰 沙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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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搞笑是不是 沙士迪 好 美人移的作者是誰 安徒生 對 安徒生 非常好 安徒生 寫安徒的同年還有很遠 好 美人移的作者是安徒生 那他的 請問美人移的目標是什麼 變成人 變成人 對 跟我們在一起 在一起有同學說一個怎麼樣的答案 美人移 顧名思義就是變成美人移 他只會顧名思義而已 好 美人移的目標是 因為我們在一起 因為他在海底上救了船上的王子 派上的王子 緊接著 我不好意思 他是魚 OK 非常好 他是魚 人跟你不同族類對不對 不能生活在同一條水平面上 OK 所以主外就是這樣以為吧 非常好 努力是什麼 對 小巫婆 三次有同學跟我說 那去找張移 找張移 還好 還好我做我聰明 我一聽就知道 對 找張移 因為張移有八隻腳 給他兩隻 還有六隻 你都可以支持三個 希望變成人類的女人移 當然不是啊 愉快的同學說 不是啦 老師你都可以看小美女移 小美女移的巫婆 就是張移的巫蘇啦 原來是這樣 時代不一樣 張移的今天的巫婆 緊接著 巫婆就是說 你要換可以啊 到哪裡最好的東西要換 請問美女移身上 最好的東西是什麼 聲音 三次有人說是魚尾巴 那你太開心了吧 天啊 不是魚尾巴 是聲音 好啦 巫婆說 聲音囉 要換嗎 要換嗎 最好的東西 換很久 跟你講話 換 巫婆說 沒那麼簡單 因為這不是你的腳 所以你換了這雙腳之後 痛如刀哥 每天痛如刀哥 你有沒有連走都想走 你還要換嗎 原來你又吃了一下 還是說換 我活著你沒有旅行 但 還不吃物食 萬一你真的 沒有跟王 最後沒有跟王子在一起 你會變成什麼 會泡沫 一身死掉 也就是 他有巨大的副作用 沒有跟王子在一起 沒有達成目標 你就會死 換嗎 可以 最後決定還是要換 換了之後 他怎樣 不是長大成人喔 是變成的人 看起來不錯 有個短暫的那樣的時光 然後他看到王子的時候 因為腳走路會痛 所以他走路的時候都墊腳尖 走路會痛 就墊腳尖 墊腳尖 墊腳尖 王子就說 你走路好曼廟 然後美男女就會說 何謂曼廟 曼廟就是像你走路一樣啊 哇 這樣一點一點一點 然後美男女聽到 原來這就是曼廟 這就是王子喜歡的曼廟 於是每天認真的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痛如刀哥 但每天認真的走來走去 走著走著 走著走著 彈著彈著 彈著彈著 他就變成彈無語 好 不好笑 OK好 緊接著 意外發生了 意外發生了 意外發生什麼 有一天王子回來 有一天王子回來的時候 跟美男女說 美男女 我終於找到當初在海那樣救我的女人 當初在海那樣救我的女人就是 不是 不是 好 他說 因為美男女以為她要講她 但其實是美男女救了她 可是王子卻誤以為是隔壁靈果的公主救了她 隔壁靈果的公主救了她 所以她要跟隔壁靈果的公主結婚 美男女為什麼不能夠立刻說清楚講明白 他不能說話 他不能說話 他不會說話 他是啞巴 這個時候你就理解了 為什麼當初不會拿頭髮來換 為什麼當初拿頭髮換 換了沒意義啊 如果換藝靈也不會有意義啊 所以 換聲音 聲音會造成伏筆 聲音會造成伏筆 於是緊接了怎樣 然後一開始同學 很妙 打破殺勾問到底 那他可以用寫的啊 不信的美男女士文吧 OK 看是不是寫 緊接了 可是最重要是寫的 轉彎 不會說故事的人 會直接從這裡到了結局 因為寫來要到結局了 但不對 轉彎是故事裡面最重要的 轉彎是連續劇的最後一集 電影的倒數十五分鐘 他最重要 觀眾的情緒被欠重 欠重到這裡 這時候美女的姐姐也知道 妹妹快死了 於是向巫婆求醒 拿頭髮來換 換了什麼 換了一把匕首 因為巫婆說 如果你妹妹可以拿手匕首 刺向她最心愛的人的心臟 那你妹妹就活下來 否則你妹妹會死 這有點難 這有點難 意思就是你最愛你媽媽 但如果你想要活下來的話 就要傷害你媽媽 就是這個意思 太難了不可能 所以緊接了 美女就進入一個兩男的抉擇 好啦 怎麼兩男的抉擇 有一天 美女這個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 穿過層層的幾位 來到王子的面前 王子正在熟悉中 美女一看的是生態的人的臉 然後把刀子高高舉起來 臉上的表情巨烈變化 最後有一東西 有一東西 你刀子更早落下來 請問那是什麼 眼淚 非常好 上次有一種刀削掉下來 如果刀削掉下來的話 那個人一定是實惠克裝的 刀削是眼淚 所以代表他不能已經殺了王子 直接把刀子往大來丟 他就變成泡沫 噗 生死掉了 他 說不捨共識 就是這幾個步驟 依照一個非常有邏輯的脈絡在運作 有些同學很明對 講到這裡的時候 就跟這舉手說 老師 我強烈懷疑你是故意套給我看的 我就說 欸對 答對了 我是故意套給你看的 但為什麼我要叫安徒生 是有名的 安徒生是誰 各位 你以為他是童話作家 這是沒有錯的 但更精準的說一下 他是史上第一個童話作家 史上第一個人 童話作家 在以前的童話 大概都是童話收集者 或是民間故事收集者 但安徒生是開始創作童話的敵人 但問題就是 一般所謂的敵人通常有點粗糙 有點野生 就是只有一片好 可是安徒生很怪 也很片好 看每人的故事 國王的西醫 醜小鴨半狗才小女孩 到現在還是好的不得了 為什麼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這句話先把它記下來 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已經悄悄發生一段時間了 安徒生為什麼會變成史上帝的童話作家 因為他在寫童話之前 是個編劇兼小作家 他就是一個編劇兼小作家 所以當他決定來為孩子們寫童話的時候 他開始就已經非常之不熟了 開始他就已經知道如何去埋涉這樣的故事 所以這個故事就是戲劇裡面 三十六種情節裡面的其中一種 三十六種情節裡面的第二十二種叫 為了愛犧牲犧牲 我來告訴你安徒生怎麼埋伏 你看請問你是魚類 人家是人類 而且你們第一次見面 而且你還為什麼念 請問你覺得他們是愛情的可信度有多少 0 而且你還為主念 第一次看到人類的男人 所以這種愛情的可信度是0 安徒生先設計一個可信度為0的愛情給你看 緊接著他要去找物果的時候 物果說首先要拿你最好東西換 請問你願意各位同學們 你願意拿你最好東西去換愛情嗎 你不願意 你不願意拿你最好東西去換愛情 但每人也願意 可信度上升到百分之三十 緊接著他說你換了這雙腳之後 你得到這個所謂的愛情之後 每天升不五十 你願意換嗎 你願意還是要換 然後上升到百分之五十 緊接著告訴你他有不作用 不成功就會死 你去愛一個人 但你不成功的話你會死 你願意換嗎 我願意 但每人也願意他又升到百分之七十 緊接著最後的時候 當他輔助拉到最高的時候 就是你要你愛的人活下 還是你自己活下 當他在這個絕對者裡面 最後選擇了愛的人活下的時候 當他選擇了死亡的時候 他的可信度變成百分之三 安徒生一步一步在創造一種情節 叫為了愛而犧牲的一切 就是徹徹底底的一切 不是百萬一樣百萬 不是青春 不是一切 所以你看安徒斯在走一期故事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非常饒戀的演劇 在創造的故事 他只不過把他的人物 從人類變成一隻美美一個人 好啦 所以對說故事 我剛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如果你相信說故事是天分 那麼你麻煩就大陸 你永遠不會說故事 因為你沒有天分 但如果你相信的就是 有一個人告訴你他三分鐘 你就可以學會一個說故事的故事 很難嗎?告訴各位 這個國小就懂 這國小的孩子都懂 大概國小三年級到十年級上 他就可以認得懂這個故事 他就可以聽得懂這個脈絡 是 沒有你教過的 所以很多事情很多事情 它可能極其簡單 但只是從來你沒有不公平到我 但你就會直接把他說 這是一個靈性的東西 這不是我們這裡頭來的更一切的 沒有 理性跟感性之間 常常是可以誤敗的 等一下有機會 我把畫給大家看一下 那麼有一次 有一次有個老師就跟我說 徐老師我聽了你這個時候故事公司之後 就非常變嗨 後來我去教小說的時候 就想要這樣套 然後套了之後就覺得好瘦 然後因為都套不進去 所以我覺得徐老師被你騙了 我說你答對了 你被我騙了 因為我沒有告訴你事情的真相 因為在小說歌2裡面 我來不及告訴你事情的真相 你可能要買小說歌讀 才會發現事情的真相 好啦 什麼意思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那個說故事公司 它是一個編劇創造出來的 編劇在幹嘛 編劇在創造一個 細劇張力非常巨大的故事 所以剛才的說故事公司 是為了細劇性而服務 可以講嗎 但你拿了一堆沒有細劇性的故事 當然套不進去啊 所以重點在這裡 它是用來套戲劇性的故事 如果你的故事無學性太高 導致它的戲劇性太弱 基本上不容易逃 我們來舉個例子 好啦 我們來舉兩個例子 我最喜歡舉的這種例子 它們有一種共鋒點 一個叫環遊世界八十天 簡單來講就是有個富喔 有一天跟他朋友打賭 他可以在八十天之間環遊世界一周 如果輸了你就把所有財產給別人 如果贏了你就把財產給我 就這樣打賭不只會打賭 然後去環遊世界八十天 這種小說是個通俗小說 這種通俗小說就有非常非常混合的 剛才的說故事公司 但同樣一個邏輯 這個叫希克夫的打賭 希克夫的打賭 基本上他也是被打賭的故事 但他不是一個風俗小說 他比較嚴肅 所以這種嚴肅的小說 要靠進去說負責公司 就比較難跑 現在我們要來講這個故事 環遊世界八十天故事我們就不講了 因為這個大家可能有聽過 OK 我們就不講 我們來講希克夫的打賭的故事 我們來講一下 大眾小說你可以像我剛才講的那樣看 但嚴肅小說比較難看 嚴肅小說你比較難找到一個依循的脈絡 他的脈絡非常非常複雜 但我們還是可以稍微講一下 怎麼抓這個脈絡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和希克夫的打賭 希克夫的打賭非常有趣 這個題目 這個內容是這樣的 有一個晚宴 有一天有一個晚宴 這群社會女友在那裡吃飯聊天場地 然後聊著聊著就聊到了一個議題 死刑還是無刑無刑 死刑還是無刑無刑 哇 我們現在也在討論啊 我想到以前那麼久的人也在討論這個議題 死刑好還是無刑無刑好 有一個銀行家就說 這個如果我真的犯了什麼罪 我零唸死刑 我無法接受犯了一輩子這種遙遙遠遠的 沒有漫長接觸點的東西 我零唸被殺 我零唸被槍斃 我零唸死刑 然後有一個例子說說這個不能這樣講 這個基本上該人類還是人道之類的 所以嚴格來講就是犯罪還是不能用死刑 還是用無刑無刑比較好 然後這兩個人就針鋒箱再炒起來了 那銀行家有錢人啊 財大欺出啊 他就說 說得這麼好聽 說得這麼好聽 我告訴你 我給你兩百萬 你讓我還五年 我包住你 連五年都關不了了 來關手無刑無刑 然後沒想到律師問他 律師說 那這樣好了啦 兩百萬 OK 那你不要關五年啦 關十五年好不好 律師也是神經病 律師人家關五年他不要 他要關十五年 然後他人家就覺得他很吵氣 好啊 你自己說的喔 不要後悔喔 來 明天開始 我要幫你關十五年 但律師就說 但你關會有點無聊 可以看我看臉書嗎 他想看書喔 好啊 你想看什麼都可以 OK 於是律師就被銀行家關了十五年 然後想看什麼書都可以 這是唯一的條件 好啦 關著關著 關著關著 就開始出現了一些有趣的電話 他從人家關五年 他自己提高了行李起為十五年 好啦 緊接著關著關著 再關著關著 他一天在裡面幹嘛 他在裡面讀書喔 一個律師他在被關的過程中 每天都在讀書 那銀行家沒有被關的過程中 他在外面幹嘛 慢慢破場 一個慢慢讀書 一個日日讀書 一個慢慢破場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他在讀什麼書 我們看看這個律師在讀什麼書 還滿有趣的 律師讀的書是這樣的 第一年 律師看的都是一些內容輕鬆的小說 愛情 偵探 喜劇 各位理解 他在幹嘛 打發時間 OK 很好 第二年 只看五點作品 為什麼 現在作品看一個 開始 第一年 律師不如出了 只寫東西 但寫一寫就失掉了 還不是傳來呼吸聲 為什麼 這東西非常理睿 因為寫太大了 所以寫寫就丟掉了 開始讀著開始寫 寫著寫著寫著就丟掉了 OK 直接利用 熱衷於語言 哲學 歷史之類的作品 OK 他不再追求那些娛樂的東西了 開始被文史則 被文學 哲學開始很興趣了 第十年 只讀福音書 他喜歡的是宗教史跟神學讀過 哇 讀著讀著 已經升到神學的作品了 然後15年的時候 最後兩年 律師什麼都讀文學 哲學 神學作品 他已經全部通透了 什麼書對他而言都能夠得到一個 他想要得到的記憶 OK 這是律師在那15年所做的事情 這個蠻妙的 這15年所做的事情 就跟我們的學習是有點類似的 緊接了 緊接了 發生了一個事情 緊接了一個慢慢破產 一個日子讀書 然後15年終於來到 這個銀行家已經快要破產了 他如果真的再給那個律師15萬 他就徹徹跌也破產 所以他不能給他15萬 不能不是給他15萬 是給他200萬 不能給他200萬 但該怎麼辦呢 於是他想到的唯一一個方法就是 明天就是最後一天了 明天要出來我就要給他200萬了 所以今天我進去這個房間 他會殺人 他是趁著一個夜黑風高的帳 他就把尖刀進去那個律師的房間 然後當他把刀子高高舉起來的時候 什麼東西叫我一下 眼淚 刀笑笑笑 是不是 他看到了一個請客的東西 因為這個律師當時趴在桌子上睡覺 然後這個律師的旁邊有一封信 他就偷偷地把東西拿著看 那封信一看而已 那封信上面也是這樣寫的 那封信上面也是這樣寫的 他說明天12點我將要得到資源 這是律師寫喔 重新得到跟人交往的權利 不過在我離開這個房間 見到太陽之前 我認為有必要跟你說這句話 你的清白的良心 面對注視著我的上帝 我向你生命 我面試自由 生命 健康 面試你的書 以稱之為人間幸福的切 為了用行動向你們表明 我面試你們那裡生活的切 我放棄那兩百萬 雖然我曾經對他像天長這樣夢寐以求 可是現在我面試他 為了放棄這一切權利 我決定在規定期限之前的五個小時 離開這裡 從而違反其願 好啦 請問 如果你是陰郎家 看他這封信 請問你會怎麼說 還是把他殺 換過他 還是把他殺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會故意寫那封信 他料想到那個陰郎家會來殺他 故意寫給他看 OK 這個風險就是 就是大眾小時候看你多 大眾小時候看你多 他就會講起 大眾小時候確實都沒有練這個曲抵 他要創造戲劇性 就是季中還有季 那大眾小時候 放過他 為什麼要放過他 反正他很快就往哪裏 他採取的就是相信他戲裡面講的一切 他採取的就是相信戲裡的一切 OK 繼續往哪裏走 繼續往哪裏走的時候 我們的陰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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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陰郎家 我們的陰郎家 選擇的就是相信他採取的話 於是他退出了房間 他退出了房間 隔天再重回房間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陰性自殺 陰性自殺 太冷 這位同學純粹從CPC出發 OK 非常好 這其實都是一個CPC的邏輯 這完全沒有錯 這完全沒有錯 非常好 好 但沒有想到他就真的留下來這封 放棄全力輸 然後就離開了 對我們而言 這個戲劇性好像不夠 對不對 對我們而言 如果你常看戲劇性的小說 你這個沒有衝突啊 戲劇性不夠啊 因為衝突大眾小說 他一直在營造的衝突 創掉戲劇性 可是這個沒有 沒有 緊接了 緊接了 我們的 律師離開之後 留下一封 放棄全力輸 緊接了銀行家 拿了這封信 拿了這封信 請他做什麼事情 就變謊 那誰強制執行 對 就是 嘿 不讓你後悔喔 好 這位同學非常好 OK 但他不是 你這麼寫 就會造成故事的結局的重點 結局會變成我們這封信小時候的一個最大的價值判例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進行了法案是95了喔 然後只要結局顯得不一樣 這邊小時候的價值就會變得很不一樣 因為結局是最容易談到一定小時候價值的地方 那請問一下 欸 你覺得 那個銀行家可能做了什麼事情 上下的時候 就說 這是銀行家 看這東西的時候 就趕快放一發火 把那裡燒了 然後把它放到 當作浮水 放進去 然後把他喝掉 完全的消失在世界上 當你這麼做的時候 代表什麼? 代表銀行家在想什麼? 我現在在想的就是 尾師戀記 你想要到這件事情 被第二個人看到 第三個人看到 OK 但如果他當場 怎樣 把他交互給另外一個人 第三個人當作見證者 他也在派放這件事情被發現 可是小時候還沒好的主意要是 他最後讓他把這封信放到保險箱裡去了 保險箱裡面本來放的是什麼? 本來放的是鎖住律師的鑰匙 那個律師的房間 就把鑰匙關在那邊的鑰匙 本來放的就是那個鑰匙 現在那鑰匙已經沒有用了 他居然把這個放棄權力聲明書 關進了保險箱 然後永遠的把它鎖起來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 請問這個動作是什麼意思? 小說告訴你人物 最後做這個動作 但這個動作代表什麼意思? 副歐為什麼不這樣被關? 他害怕被發現 他害怕被發現 請問一下他是害怕被發現嗎? 不是 為什麼不是? 他應該被想要被發現 你們能夠代表律師 15年代表說律師放棄的人百萬群 被關15年 那不就是你們在一開始說什麼 律師沒辦法幾個時候15年被關 基本上那個系列應該是看不出這個道理 看不出啊 這類的朋友去邏輯 那個邏輯就是 他為什麼要把它放到保險箱裡面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解決一下 整理在這個意思 他真的是怕被發現嗎? 如果你真的怕被發現 你最好的處理方是什麼? 燒了 濕了 吃了 最容易的 這麼容易的事情還搞那麼複雜 所以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怕被發現 那我們再解決一下 什麼東西會被鎖在保險箱裡面? 第一 醉以這次的東西 現在這個光把這光線 當作他生命中最珍貴的光線 代表他重新去確認了一種價值 代表他在魔力的心裡面 認為自己確實多錯 無恥 他在心裡面 為了自己做過的這些行為 感到無比的痛跟悔恨 當你再去想的時候 我們想一件事情 常常有一個問我們的問題就是 老師 我要怎麼判定一篇小說是好還壞 判定的方法很多種 但如果你要我再瞬間給你的答案 因為很多人就是要瞬間的答案 如果你要瞬間的答案 我可以給你一個瞬間的答案 那個瞬間的答案叫 叫 小說最後要看的就是人物情感的意思 如果銀郎家最後就是把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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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記權利聲明書 把他放火燒掉了 請問銀郎家有經過什麼經產疫情嗎 沒有啊 從頭到頭都是廢財 可以嗎 都是廢財啊 可是最後他把他放在保險箱裡面 他的想法開始改變了 他認定了自己做的這些事情 是一個可恥的行為 而律師做的這個東西 才是可能是一個更高的價值 所以我們看看 你看看小說的開始跟結束 看能錄就知道了 律師他怎樣 他本來他本來吸他本來是這樣 他可以接受的是無息無息 他最後得到是什麼 最後卻是得到全部的包括心靈的自由 但這個銀郎家最怕的就是被關不清 他離會死 他離會死 也不要被關不清 但他最後得到的就是什麼 他一輩子活在你 就像那個放棄權利聲明書一樣 一輩子被關在那個保險箱裡面 哎呦 當你這麼一堵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小說再有效的 藉由事件慢慢傳遞 這兩個角色的情感和立場 所以我們太多時候 太多時候都是一直在意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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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超屌 很屌 好好看 讓人物的情感沒有改變 人物的情感在這些超屌的事件裡面 連改變都不要改變 只有凶狠 更凶狠 再凶狠 好啦 所以我們在戲劇的小說裡面 一確看到很多事件 它非常亮亮的精彩 但在某些文學小說裡面 我們覺得 哇 怎麼那麼平淡 但它並不是以戲劇衝突為優先 它是要如何慢慢把這個人物的情感率層 臉照外出光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它有沒有這個七個步驟 當然有啊 這七個步驟都會有 只不過它沒有像大眾小說一樣 那麼強烈的隱性和顯性 在文學小說裡面 它的這七個步驟 有些是相對比較隱性的 好啦 請問 你拿下的目標是什麼 好 OK 但這個基本上它好像是一個 這不能算是一個目標啦 但是它這個行為沒有錯 它最大的 它其實一開始的目標比較接近什麼 對 其實比較接近證明自己是對的 它是要證明自己是對的 這比較接近它的目標 所以它就是要關對手15年 讓對方認輸 你說你臨面總好無喜無喜 我覺得你要放屁 所以我就要讓你認輸 我不要再讓你認輸 可是 律師要來 你讓家要讓律師認輸 你讓家有沒有遇到阻礙 遇到什麼阻礙 你讓家有遇到阻礙嗎 你讓家有遇到阻礙嗎 其實沒有 但在通俗小說怎麼可能讓你沒有 通俗小說這主案很大的 超大的 可以講嗎 通俗小說戲劇小說電影 有個主案超大 有個主案超大 大得了 可以講嗎 那你在這個不確的角度不便宜 如果有的話也沒有那麼明顯 如果要的話也想找出來的東西 沒有 是對手的 對手會在做不同的 改變狀況的一些行為 但你這個 但你這些事情 在一個戲劇小說裡面根本很不存在 因為太淡了 淡到 讀者觀眾不會察覺 請介紹我們的 你平常家有努力嗎 在這十五年他有努力嗎 努力讓你屈服 那你偷偷放蟲子進去嗎 偷偷放蟲子進去嗎 偷偷放蟲子進去嗎 偷偷讓他漏水嗎 沒有啊 都沒有啊 他沒有行動 沒有行動 戲劇小說怎麼可能去裡面有行動 戲劇小說 行動很多的人 他沒有 沒有喜歡行動 而且有一個相反的就是 他慢慢破產 而且這慢慢破產 用簡單的幾句話就講 也沒有分數的行動一層 結果 結果怎樣 結果他因為太行動 所以決定要去殺人 但這次殺人的時候發生了意外 沒想到意外 對手氣權 不想要贏錢 所以真正我們感覺到 你看那個小說的時候 你趕到戲劇力在哪裡 看到戲劇力在這裡 你真正不會看到戲劇力 就在你這個段落 結果跟意外 但其他沒有 好啦 緊接著轉彎的時候 他就決定不殺人了 你看 連不殺人這種東西也沒戲劇性 這個轉彎也太直接了 然後結局 把放棄學歷書 永遠的鎖鏡 把我寫一下 OK 好啦 這個是瞬間比較容易 不容易理解的一個行為 這到底在講什麼呢 所以我們通過這兩篇小說 通過這兩篇小說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七個步驟大體上都是可以用的 只不過他在我們學習裡面 他不強調戲劇性 所以在某些地方 就會開始變得比較大多一點點 好啦 我們現在來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我們要告訴你就是 這不是小說成立 戲劇也非常成立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我們會不會一看 可以用來拍攝 我來拍照 我愛吃 你呢 我愛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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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吃 我愛吃 我愛吃 我的魚 好 我們來看一支很短很短的影片 然後來告訴你 唉呦 你會說故事 這種氣和步驟會說故事會有什麼樣厲害的事情發生 這部電影 它其實不是微電影 它是微電影 這部微電影很重要 因為它是史上一部微電影 這個人叫吳彥祖 在2011年去大概現在六七年前 有一天在中國大陸的各大媒體出現一則廣告 他們開始宣稱有一支微電影 將在央視播出 主角是凱迪拉克 SLS賽威 這個人不知道是誰 另外一個人叫吳彥祖 吳彥祖才來到後面 大家還是投入水 因為沒有聽過微電影 緊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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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的12月 緊急了 這一部電影 全力播放 你看 出現 好 緊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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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手機 droides 緊急了 緊急了 簡單行動 緊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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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緊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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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體迫在曲目 وأ軍部電影 馬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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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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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